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待机之谜》,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失踪的航班,波音的幽灵 二,雷达上的幻影,MH370的迷踪 三,海洋的秘密,寻找消失的线索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失踪的航班,波音的幽灵 各位同学,历史爱好者以及阴谋论狂热分子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既着迷又毛骨悚然的话题,失踪的航班,波音的幽灵 首先,我们得承认,航空历史上的确有一些飞机不翼而飞 仿佛被外星人招待去了宇宙间的午餐 但在我们穿上侦探帽,开始追踪这些天空中的幽灵之前,让我们先来点科学常识 飞机失踪并不总是意味着超自然力量的介入 更多时候,这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人为错误,技术故障,自然灾害或者是政治因素的交织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些让人困惑的失踪案例 波音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航空制造商之一,自然也有它的产品卷入了这些神秘事件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一架波音777客机 2014年3月8日从吉隆坡起飞后,就像是被海洋吞噬,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国际社会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寻行动,但这架飞机的最终下落仍是一个谜 这里插播一则小幽默,有人说,波音777可能是唯一一种能在不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实现人间蒸发的机型 但请记住,这只是一个玩笑,现实中的失踪事件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悲剧 另一个例子是1979年的波音707货机从东京飞往美国时在阿拉斯加上空神秘失踪 有人猜测是外星人绑架,有人认为是时空裂缝,但更可能的解释是遭遇了极端天气或者导航失误 现在,让我们来点科幻想象 如果波音的飞机真的有幽灵属性,那么它们可能是在某个平行宇宙中享受着无限的免费飞行里程 或者在某个秘密岛屿上开着派对与阿米利亚、埃尔哈特和其他历史上失踪的飞行员共饮雪碧 因为我们知道,幽灵是不喝酒的 开玩笑归开玩笑,飞机失踪的事件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多么先进,人类仍然无法完全掌控自然界和自身创造的机器 每一次失踪事件的背后,都是对我们现有知识和技术的挑战,也是对失踪者家属的深深哀悼 在结束今天的课程之前,我想说,虽然波音的幽灵可能只是我们心中的幻影 但它提醒我们要对飞行安全保持永远的敬畏,并且不断追求进步,以确保天空的每一次旅行都是安全的 下次,当你坐在波音飞机上,看着窗外的云彩,也许你会想起这些未解之谜 但同时也要记得,你正是在人类非凡创造力的见证下,享受着穿越天际的奇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雷达上的幻影,MH370的迷宗 当然,这是一个充满神秘和悲剧的故事,但让我们试着,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 想象一下,你正在玩一款名为天空的藏宝图的游戏 目标是,找到一架名为MH370的飞机,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有趣的侦探游戏 不是吗?但现实中,这是一个真实世界的谜团 而且,遗憾的是,这个游戏没有人想玩 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MH370航班从吉隆坡起飞,预计飞往北京 但这架飞机却在雷达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是被一位顽皮的魔术师弄走了一样 这架飞机和它上面的239名乘客及机组人员一起,成了现代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雷达上的幻影,听起来像是一个雷达操作员在深夜看太多幽灵电影后的幻觉 但不,这是科技的一次失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次挑战 雷达屏幕上的飞机消失了,就像是在玩你看不到我的游戏 但这不是游戏,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搜寻行动,涉及多国海军,卫星和一群坚持不懈的侦探 科学家们,侦探们和阴谋论者们,哦,他们总是会出现的,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 从外星人绑架,因为外星人显然没有更好的事情做,到黑洞 显然,宇宙就是想要一架波音777,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猜测 但不幸的是,这些理论都没有帮助我们找到飞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残骸在印度洋的不同地方被发现 这就像是宇宙在玩一个残酷的拼图游戏,只给了我们几片碎片,而且没有附上原图 MH370的故事提醒我们,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世界 有时候,自然和命运还是会给我们出难题 这个谜团可能永远不会被完全解开 但它将永远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的科技多么先进,总有一些事情是超出我们的掌控的 所以,下次你看到雷达屏幕上的一个小点消失时,不要太快下结论 也许它只是去了一个我们还未探索的神秘地方 或者,它只是在雷达屏幕上挖了一个小小的捉迷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海洋的秘密,寻找消失的线索 各位海洋探迷爱好者,准备好潜入深蓝的未知世界了吗? 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海盗的宝藏,也不是失落的亚特兰蒂斯 而是那些藏在海洋深处,比海绵宝宝的家还要神秘的秘密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海洋的失踪案件 不,不是谈海豚去哪儿了,而是关于那些消失的文明和沉船的线索 你知道吗?海洋底部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 只不过它的展品都被海水给包裹着 不像陆地上的博物馆,由导游小姐姐带你参观 比如,有一次考古学家在地中海找到了一艘古罗马货船的残海 这艘船不是因为船长导航失误 而是因为当时的GPS、罗马版及神域定位系统出了点差错 结果一头撞进了海底的停车场 这艘船上的货物包括了大量的古罗马瓷器、雕像 甚至还有未开封的酒 想想看,那些古罗马人的酒会不会经过千年的海底沉酿 变得更加香醇呢? 再来,我们不得不提海洋中的隐形居民 这些家伙可比海底世界的人者还要厉害 比如说,章鱼,这个八条腿的海洋生物 它的伪装技术简直可以参加海底特工队 它们可以在几秒钟内改变自己的颜色和纹理 从而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这种技能如果放在人类社会 绝对是间谍首选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海洋的声音档案 海洋中充满了各种神秘的声音 有的像是蓝鲸的歌唱 有的像是冰山崩裂的轰鸣 但是,有一些声音至今仍然是个谜 例如,布鲁普声音 这是一种由海底深处发出的低频声音 它的来源至今未明 有人猜测可能是巨型海洋生物的叫声 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海底地质活动的结果 不过,如果真的有海怪 那么它可能就是海底版的大脚怪 大家都说存在 但谁也摸见过它的真面目 总之,海洋中充满了未解之谜和等待发现的秘密 作为一名研究海洋的教授 我可以告诉你 每一次潜水都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 所以,下次当你在海边玩耍时 不妨想一想 脚下那片深不可测的海洋 正悄悄地保管着地球上最神秘的故事 总结来说 失踪的航班确实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 尽管波音公司的飞机在其中扮演了一些角色 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事件都与超自然力量有关 更多时候 这是由于人为错误、技术故障、自然灾害或政治因素的交织所导致 马来西亚航空MH370航班的失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尽管有许多理论和猜测 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这个谜团提醒我们 尽管科技不断进步 但我们仍然无法完全掌控自然界和机器 而每一次失踪事件的背后 都是对我们现有知识和技术的挑战 在结束时 我想提醒大家 无论是坐在波音飞机上还是在海洋中探险 我们都应该对飞行安全保持敬畏之心 并不断追求进步 同时 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 探索世界的奥秘 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